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可能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现在的直播究竟能有多奇葩 不久之间 在网上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直播间 他既没有漂亮小姐姐跳舞吸引人气 也没有帅气小哥哥狂秀游戏操作 有的竟然是几只只可爱的小猫咪 在镜头底下展示他们最真实的样子 他们网友们都忍不住想养上一只 而对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这群猫咪的主人 居然是一群游戏策划 帅人还秉承着猫咪极正义的设计理念 制作出了这款二次元狂喜的猫之城 而对于对猫咪的热爱 游戏里的每位姑娘 都能在限制中找到原型 别人有着黑色头发 黄色铜骨的梨花猫 就对应游戏里的人气角色翡天 而双色布偶猫特里斯 无论从外星孩子性格上 都与限制中的布偶猫出情温和 最重要的是 猫之城的策划们 还由于介绍玩家意见 在6月份的中策结束时 针对玩家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策划还专门发了个挨打视频 表示会走 剧情 卖钩 抽卡等等方面进行调整 甚至还放出了这段 被无数外加吐槽的 僵尸王动画 就中的这波自黑 大幕我也要留下信 猫之城能够交出一份 令大家满意的大卷 不说了 我先去游戏里 替大家试水 感兴趣的小伙伴 点击下方连接 和我一起开启新猫之旅吧